欢迎来到2023年税务师税法一好题特训营的课堂 今天这节课呢 咱们一起来学习第八章环境保护税的制作好题 那在讲解具体的题目之前呢 我们先一起来回忆一下 环境保护税这一章都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考点 首先呢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 就是对于征收范围的一个规定 征收范围下呢 我们需要按照三个层次来把握 这三个层次呢 有征的 有不征的 还有免征的 对吧 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征收环保税呢 它又要满足三个条件 才需要征收 那三个条件 第一是纳税人的规定 大家还记得我们环保税的纳税人都是谁吗 必须是企事业单位 和生产经营者 对吧 个人家庭 个人家庭和政府机关 它不属于纳税义务人 所以说第一个是纳税义务人的规定 第二个呢 必须满足的是直接排放 第三个呢 就是你必须是那四类应税污染物 大气水 固体废物和工业造声 只有你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了 它才是咱的征收范围 才需要去征收环保税 对吧 所以说你一定要把它跟不争的做一个对比 不争的首先第一个 纳税人可能不符合条件 不争的纳税人 如果是个人家庭和政府机关 他们即使直接排放了 咱也不争 对吧 因为他们不属于纳税义务人 第二个呢 如果他的纳税人符合条件 但是他不属于直接排放 他不是直接排放 不直接排放 你是不是也不争呀 第三个呢 就是你排放的不是这四类应税污染物 对吧 你排放的是其他的污染物 建筑造声 生活造声 光污染 这些是不是也不争呀 所以说争的和不争的 它是一个对比的关系 要满足纳税义务人 直接排放和四类应税污染物的 才争 不满足的咱就不争 必须是这三个条件 同时满足才可以 对吧 那这里面呢 我们对于直接排放和不直接排放 都做出了一个具体的规定 什么情况下属于不直接排放 什么情况下属于直接排放 这个大家心里也要有数 那接着免争的呢 免争的 我们也是大概有四类是免争的 第一个呢 是农业生产 没有形成规模化养殖的时候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流动污染源 流动污染源 我们现在是免征状态 比如说机动车 飞机船舶 火车 等等这些流动的污染源 是免征的 第三个呢 就是垃圾厂 污水厂 不直接排放 对不对 垃圾处理中心 污水集中处理中心的 不是不直接排放 是不超标排放 他们的不超标排放 是免征 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是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 也是免征 对吧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也是免征 在这里啊 第四个 尤其是第四个 你要跟那个不直接排放 去做一个对比 固体废物 如果是在符合规定的 场所内去住存 去处置 那就属于不直接排放 但是综合利用 它是属于免征 但是呢 规模化养殖的综合利用 是属于不直接排放 这个课上都给大家 去做过辨析 对吧 所以说 征的 不征的 免征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大家要结合在一起 给它辨析清楚了 好吧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考点 第二个重要的考点呢 就是寄税依据 寄税依据呢 我们分别有不同的规定 大气和水 是拿污染当量树 作为寄税依据 这个污染当量树呢 你得会算 它是拿排放量 除以污染当量值 来折算的 对吧 排放量 除以污染当量值 来折算我们的寄税依据 污染当量树 那么大气污染物呢 那固体废物呢 固体废物 我们是拿排放量 作为寄税依据 我就不给大家写了啊 本来字也丑 写的也慢 排放量 它等于产生量 减去注存量 减去处置量 减去综合利用量 对吧 这是它的寄税依据 那么工业造声呢 是超标分贝 超标分贝 作为寄税依据 但是在这个寄税依据下 其实有更加细节的一些规定 比如说这里 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和固体废物 它在算寄税依据的时候 都会去找这个排放量 是吧 但是你违法违规的时候 这里就不去找排放量了 啊 就是拿产生量来代替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规定 第二规定呢 大气里面 你得按照污染倒量数 从大到小排列 前三类才征收 前三项来征收 水污染物呢 你又把它分成 第一类和其他类 第一类的前五象征 其他类的前三象征 是吧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排放量 我们到底该怎么确定 我们一般是 找到那个监测数据 对吧 但是对监测数据 又有一些更加细节的规定 总之所有的这些规定 都是为了干嘛 都是为了算这个寄税依据的 其实环保税 就这两个最重要的考点 一个是征税范围 下面的一些细节规定 一个是寄税依据 下面的一些细节规定 你重点是把握 这两个的一些 具体细节的规定 那这一章你就能学好 这两年的环保税 没有考过大题 但是呢 它是有考大题的可能性的 我们是要以计算的 形式来把握它的 好 大概回忆了一下知识点之后 咱们就开始来讲解 具体的题目 首先是单项选择题 先来看第一题 属于环保税征税对象的是 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固体飞物和工业造声 对吧 而且我在课上呢 去给大家列举了 大气污染物下面 有一些重点需要记的 一些规定 比如说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 氮氧化物 硫化氢等等 这些我们是要记的 对吧 那二氧化碳是不征环保税的 二氧化碳气 它是要交资源税的 对吧 建筑造声也是不交的 造声里面只有工业造声要交 那么C选项 液态废物 它是属于固体废物的 对吧 我在讲到固体废物的时候 给大家说了 固体废物 它的名字叫固体废物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税目 叫做其他固体废物 其他固体废物是包括液态废物和半液态废物的 也包括说你把气体装到容器中进行排放 咱们也归到固体废物里面去了 对吧 所以说它很特殊啊 要记 它是要征的 那么光污染物是不征的 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呢 就是C选项 要把我基础班给大家列举的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具体包括哪些类型 那些比较典型的类型 还有固体废物 一些比较典型的类型 咱们还是要去记一下 好 这是这道题 接着呢 8-2 应水固体废物的计水依据 它就是排放量 对吧 排放量 那这个排放量是等于产生量 减去住存量 减去处置量 再减去综合利用量 算出来的 你得知道它具体的计水依据的规定 但是如果呢 你非法侵盗和虚假申报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拿产生量作为计水依据了 对吧 有这个规定啊 接着8-3 关于环境保护税的计水依据 说法错误的是 还是在考计水依据 大气污染物水 污染物呢 我们的计水依据是污染当量数 污染当量数 是由排放量除以污染当量值 折合出来的 哎 这个都是对的 对吧 那固体废物呢 我们是用排放量来作为计水依据 也是对的 噪声是超标分贝啊 不是实际测量的分贝 是超标 所以说错误的就是D选项 接着8-4 下列关于环境保护税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每一个排放口的大气污染物 我们把我们按照污染当量数 从大到小排列 排完之后呢 大气污染物是只针对前三项来征收 不是前五项啊 是前三 那么水污染物呢 我们又把它分成第一类和其他类 第一类水污染物是前五 其他类水污染物是前三 对吧 AB都是错的 固体废物呢 我们是以排放量作为积水依据 不是产生啊 也错了 噪声 噪声声源不足15天的 是减半计算 这个是对的 并且你要清楚啊 噪声呢 它是昼夜分别来征的 因为白天和晚上 它的分贝标准不一样 你计算超标分贝 它的一个标准就不太一样 对吧 你有可能白天呢 很大的声音都还没有超标 但是晚上呢 很低的声音就可能已经超标了 所以说白天和晚上是分别来计算的 懂吧 那你白天和晚上是用减半计算的时候 白天不超15天的 白天就减半 晚上不超15天的 晚上就减半 你要把白天的和晚上的分别来计算 好 这是这个规定 接着8-5 对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以产生量作为排放量的事 注意啊 哪产生量作为排放量 一定是你违法违规了 干坏事了 对吧 那如果 你看哪个是干坏事了 其实就只有C是干坏事了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对吧 那除了这个C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还有一些干坏事的情形 比如说呢 是未依法安装监测设备 未依法安装监测设备 一定要关注 这里必须有依法两个字 为啥 因为监测设备 不是说所有的单位都得安 只有你有这种安装条件的 我们会指定一些单位 是必须要安的 法律会规定哪些单位 你是必须要安监测设备的 如果法律法规规定你要安 而你没有安 这个属于违法违规 但是呢 有的时候有些单位 它是不需要去安监测设备的 它达不到那个条件 对吧 它达不到那个条件 它可能规模比较小 可能它排放的污染物比较少 各种各样的情况吧 它不需要安监测设备 那人家如果没安 是不违法的 懂吧 所以说只有你没有依法安装 才属于违法的 那人家没有达到安装条件 而没有安装 那你说这个时候我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可以找检测机构去检测呀 对吧 这里一定得有 没有依法安装 它才是违法违规的 才找产生量 好吧 或者是你没有将监测设备连网 那监测设备既然安了 就一定得连网 不连网也是违法违规的 对吧 所以说第二呢 损毁 擅自移动 改变监测设备 篡搞 篡改 伪造监测数据 或者是一些违法排放 或者你虚假申报 这种违法违规的情景 咱们产生量 作为排放量 来算你的污染当量数 但是ABD呢 它不属于违法违规 监测 现 监测实现那当月 如果没有检测数据 咱怎么办 咱可以跨越 沿用 我是可以跨越沿用数据的 但是呢 跨越沿用 沿字写错了啊 但是我不能跨际沿用 我可以跨越沿用 不能跨际沿用 记住这个规定 如果没有监测数据 你就跨越去沿用数据 但是不可以跨际去沿用 那如果有多个监测数据呢 很简单 找平均值就行了啊 去平均值 对吧 那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很多 我不具备监测条件 我可以采取什么物料平衡呀 什么的 那个排污系数法呀 我去算一个排放量啊 不具备监测条件也有办法 总之呢 ABD都不属于违法违规的情形 好 接着呢 8-6 下列情形中 应当缴纳环保税的事 应当缴纳环保税 就结合着我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说的 对吧 应当缴纳的 那你必须是 企事业单位 或者生产经营者 直接排放四类应税污染物 啊 就是都得符合 这三个条件 才是应当缴纳 那免税的也是不交的啊 我们看一下 依法向污水集中处理场所排放 它是不直接 它就没有满足那个直接排放的条件 是不是就不交呀 它是不直接啊 在不符合标准的场所去处置 那你是在符合标准的场所处置 才是不直接排放 你是在不符合标准的场所处置 那你就是直接排放了 直接排放了 企业直接排放 固体废物 三个条件都符合啊 那是要交的啊 B是要交的 那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设施 住存 这个也是不直接 对吧 这个也不交 那个体货呢 依法向设立的垃圾处理中心场所排放 它也是不直接 所以说这道题的 ACD都属于不直接排放 是不交的 只有B呢 它是属于直接排放 它是要交的 好 这是8-6 接着8-7 是一个计算 假企业是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该企业2022年的5月 直接向水体排放了污染物3000克 这个3000克是什么 这个3000克就是咱的排放量 就是咱的排放量 污染当量值也有了 0.02千克 污染当量数能不能算出来 是不是就拿3除以0.02 这是不是就污染当量数呀 是不是就是你的寄税依据呀 对吧 然后呢 税率也给了 每污染当量12块钱 我们再乘以税率12 是不是你要交的税额呀 对吧 拿排放量除以污染当量值 算污染当量数 污染当量数就是寄税依据 寄税依据乘以税率 就是应纳税额 很好算 算出来呢 应该是递选项 好递选项 接着8-8 某印燃厂 2022年的1月 排放污水2400吨 24000吨 24000吨 这是一个排放量 对吧 这是一个排放量 然后经过检测 浓度值的为色度240倍 它排放的是一种色度污染 色度污染 我上课给大家讲过 对吧 它计算的时候多了一步 它得先拿排放量干嘛 乘以超标倍数 它多了一个 先拿排放量 乘以超标倍数 乘完之后 才能处以污染当量值 算污染当量数 对吧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超标倍数指的是啥 接着往下看 该企业所在省的排放标准是 4度 80倍 人家的标准是80倍 你排放的浓度是240倍 如果按照你的理解 你感觉它的超标倍数是多少 哎 有的同学就会理解成 240倍超过80倍 超标了160倍 这几60倍是不是就超标倍数呀 错了 不是的 这个倍是个单位 它不是倍数的意思 它是一个单位 色度240倍 它就相当于那种什么千刻呀 蹲呀这种 它是一个单位 那我超标的倍数是多少 你看240倍 超80倍 超了160倍 160倍 占标准的多少 两倍 我超标倍数就是两倍数 我超过两倍 所以说呢 你得先拿24000吨 乘以我的超标倍数 超标倍数是两倍 乘以2 再除以你的污染当量值 污染当量值是5吨水每倍 所以说你再除以5 这是你的污染当量数 再乘以给的税率是3 再乘以3 这样算出来就是我们要交的税额了 知道吧 来你看一下啊 具体过程 对吧 超标的两倍先算出来 然后先拿排放量 乘以超标倍数 再除以污染当量值 再乘以我们的水率 最终算出来是C选项是对的啊 那这个色度 如果大家碰到了 做题碰到了 中间多了一个乘以超标倍数 你得知道这个超标倍数咋算 对吧 你超过标准的倍数是多少 算个倍数 得会算啊 好 这是8-8 接着8-9 某养殖场2022年的5月 月均养积3万吨 污染当量值30余 不是3万吨 是3万余 污染当量值是30万余 然后税率给了 那畜禽养殖 我们是拿畜禽数量 作为排放量的 对吧 所以说这3万余 拿畜禽的数量 作为排放量 除以污染当量值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 是拿3万除以30 算污染当量数 算出来之后呢 乘以2 就这么简单 对吧 应该是选B 畜禽养殖 可以拿畜禽的数量 作为排放量 医院呢 可以拿医院的床位数 作为排放量 对吧 同样的啊 要除以一个污染当量值 来算它的污染当量数 好 8-9非常简单啊 我不赘述了 接着8-10 某工业企业 2022年的1月 产生了液链渣 100吨 填埋处置了50吨 其中呢 被环保主管部门发现 没有达到环境标准的填埋 20吨 它产生了100吨 这是不是叫产生量 产生量呢 得减去处置量 减去住存量 减去综合利用量 算我们的排放量 排放量是基础依据 对吧 但是你减的住存量 减的处置量 都得是符合标准的 处置和住存 对不对 那它总共处置了50吨 但是里面呢 没有达标准的有20吨 只有30吨是达标准的 所以你的产生量100吨 你去减处置量的时候 你能减50吧 你不能 你只能减去 符合标准的30 对吧 合规的住存20 这20也是能减的 所以说它的基础依据就是 100减30再减20 等于50 这是算出来的一个产生量 再拿产生量乘以25 算税额 选B吧 选B啊 注意啊 这个20吨不符合标准的处置 是不能从产生量里面减去的 减的都得是符合标准 是合规的 好 8-11 下列关于应税污染物 纳税地点的说法 错误的是 A 应税大气污染物的纳税地点 是排放口所在地 咱们的纳税地点呢 就是排放地 对吧 这个排放地呢 对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来说 排放口的所在地就是排放地 它是对的 那 水污染物不是找到产生地 找到排放口的所在地 对吧 固体废物和噪声的产生地就是排放地 对吧 所以说错误的是B 所以说固体废物和噪声产生地就是排放地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排放口的所在地就是排放地 这个要清楚 接着8-12 以下符合环境保护税政策规定的是 A 环保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排放污染物的当日 对的 哎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就是排放污染物的当日 A就是对的 B呢 应该向哪交税 在排放地来交 对吧 纳税地点嘛 英税污染物 纳税地点 排放地嘛 不是在你的机构所在地来交 对吧 那环保税是按月申报错了 环保税 它的纳税期限的规定很特殊 它是按月计算 按计申报啊 按月计算 按计申报 为什么非得是按月计算呢 因为 它的税额 给的税额 比如说是噪声的 对吧 一个月三百五 一个月七百 它的税额给的是月税额 所以你就是按月来计算的嘛 但是我们不是按月申报的 我们是按季度来申报的 如果不能按固定期限申报的 是可以按次来申报的 不能按固定期限的 可以按次 这个是对的 但是前半句错了啊 接着如果你是按次申报的 你是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 开始 算15日之内去申报 从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之后 15日之内去申报 不是季度中了了 你如果是按G申报的 是季度中了15日 对吧 所以说正确选项就是A 以上呢 就是单选题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 多项选择题 8-13 关于环保税的说法 正确的有 环保税实行的是统一定额和浮动定额相结合 这个是对的 对吧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给的是一个浮动定额 比如说1块2到12 每个地方它用的不一样 我们给了一个幅度 对吧 各地可以根据各地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税额到底是多少 但是呢 固体废物和造生用的是统一定额 全国各地都一样是统一的 所以说A是对的 B呢 环保税的征税环节 不是生产销售环节 而是你的排放环节 你污染物的排放环节 对吧 所以说它错了 那机动车排放废弃是暂免征收是对的 流动污染源是免税的 对吧 那应税污染物的具体税额是由省级的税务机关来确定的 错了 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 用的是浮动定额 各地到底用多少 走的流程是什么 我在课上反复强调过 走的流程是 先由省级的人民政府来提出 先由省级 就是地方的人民政府来提出 对吧 省呀 直辖市呀 自治区呀 等等这些 省级的 直辖市的 自治区的 先由他们的人民政府提出 再报同级人大来决定 再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来备案 走的是这个流程 税务机关是没有这个权限来确定的 好吧 这错了啊 环保税的收入全部归地方 这个是对的 环保税是地方税 咱们税衣里面没有专门一节去讲税收收入的划分 但是我们有两个税提到了归谁 我们在讲车辆购置税的时候说了 车购税是归中央的 那环保税的时候也说了 环保税是归地方的 这俩税的税收收入归谁 你得记 对吧 那这道题呢 就是A C E是对的 那我们接着来看8-14 关于环境保护税税目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一氧化碳属于大气污染物 这个是对的 煤干石属于固体废物 这个也是对的 石棉成属于大气污染物 这个也是对的 那在这儿呢 有一些大气污染物和一些固体废物 它们的名字比较相近 特别的难以区分 在这儿我就帮助大家一起来 来区分一下啊 注意 一般性的粉尘 一般性粉尘 还有烟尘 还有石棉尘 你看到没 只要是 你看到的是这种尘 尘土的尘 它们都是属于大气污染物的 因为它们的颗粒非常的小 会漂浮在大气中 漂浮在大气中 就会被人吸入体内 类似于我们常说的那种雾霾 你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啊 就这种尘 它都属于大气污染物 但是在固体废物里面 有一个粉煤灰 粉煤灰 它是属于固体废物 因为灰尘 灰尘嘛 我们会常常以为 灰和尘都是一类 对吧 要么你都属于固体废物 要么你都属于大气污染物 但其实不是的 但其实不是的 这个粉煤灰呢 它可以堆成一堆 是灰土可以堆成一堆 它不会漂浮在大气中 那漂浮在大气中 它就会变成粉尘了 对吧 这个粉煤灰是堆成的 那种一堆的粉煤灰 它是以固体废物的形式 去排放的 所以说你要区分 这种建到尘的 它都是大气 粉煤灰 它是属于固体 好吧 要这种比较典型的 咱们还是要会去区分的 害怕它考的细 所以说ABC都是对的 那建筑造生呢 属于造生污染 错了 咱们建筑造生是不征收的 不征收环保税的 意义呢 家庭排放的污水 属于应税水污染物 咱们家庭排放 也是不征收环境保护税的 所以说家庭排放污水 它不属于应税行为 不属于应税行为 那D和E都是错的 这道题正确的是ABC 对吧 个人家庭都不征收 建筑造生也不征收 对吧 所以说你要会判断 接着呢 8-15 下列关于环境保护税 说法正确的有 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不包括家庭和个人 说的是对的 也不包括政府机关 注意一下 环境保护税的税率 为统一的比例税率 错了吧 前面有道题刚说过 咱们是统一的定额税率 和浮动的定额税率 相结合 对吧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用的是浮动定额 固体废物和造生 用的是统一定额 没有比例啊 它是从量征收的 接着C呢 纳税人排放的水污染物的浓度值 如果是低于规定标准 30%的予以减征 是对的 可以减征多少 可以减按75%征收 对吧 减按75% 给你减掉了25% 是对的 那依法对畜秦的养殖物 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坏化处理的 是不征税 也是对的 因为这样就不属于直接排放了 对吧 不征税也是对的 那环境保护税开征 是原来的排务费平移的 税改费的结果 这个也是对的 这就是环境保护税的一个前世今生 它最早之前是征的排务费 对吧 但是排务费那时候 因为它没有立法嘛 它只是一项收费嘛 它就很难去进行管理 那这两年咱们特别重视 绿色税收啊 重视环境保护 就把这个排务费改成了还保税 而且立法了 这样咱们征收起来 就强制保证措施了 所以说这道题呢 只有B是错的 对吧 ACDE都是对的 再来8-16 下列情形中 以纳税人当期的污染物的产生量 作为排放量 计征的是违法违规 对吧 哪些是属于违法违规呢 没有依法安装监测设备 没有依法安装违法违规 如果单说未安装 你就不能选了 知道吧 单说未安装 人家可能本来就不需要安 对吧 那就没有违法 只有是未依法安装 你才能选 通过按管去违法排放 也是违法违规了 篡改违造 违法违规了 损毁擅自移动监测设备 违法违规了 对吧 那规模化养殖以外的农业生产排放 污染物它是免征啊 它是免征 它不属于什么违法违规的情形 对吧 那你就是A B C D 是要选的 好 接着呢 8-17 下列符合环境保护税免征规定的 首先看第一个 纳税人综合利用固体废物 符合国家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 这个是免征 给大家带了啊 有四类免征 它是其中之一 是对的 那以法实力的污水处理中心啊 不超标的去排放 也是免征 对吧 它也是对的 规模化养殖 利用污染排放口排放的 这个不能免 农业生产者 没有形成规模化养殖的时候 可以免 形成规模化养殖了 就不能免了 对吧 那你规模化养殖 如果你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理 你也不属于免征 你是属于不征 对吧 所以说它不能选 它不属于免征啊 接着呢 生活垃圾粉烧发电厂 是属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 它排放应水污染物不超标的 不超标的是可以免的 就是垃圾处理厂 污水处理厂 不超标的对外排放 是免征 它是对的 那这个生活垃圾处理厂 超标排放 看见没 一字之差啊 超标排放就不能免了 对吧 超标排放就该怎么征怎么征了 免征的只有哪个 A B D是免征的 对吧 A B D是免征的 好 以上呢 就是环境保护税所有的只做好题了 那我在只做好题上呢 没有给大家去放计算题或者综合题啊 但其实呢 环保税确实得是以计算和综合的形式来把握 我们到后期的模拟券和飞跃的题目上 会有相应的计算模拟啊 给到大家去做练习 那今天这节课呢 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听课辛苦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